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客家美食 国庆乡公所日前举办第一届国庆客庄好主义多元料理比赛 希望参赛者能够利用在地食材做出创意料理 尽能够让乡亲找回传统客家的精神 这次的比赛其实对他们来讲有些困难度 因为很多其实都是外籍新娘 就是他们一些我们的新移民他们进来这边帮忙 那他们在一些我们传统客家口味上面 三对四稍微比较可惜了一点 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试吃到的梅干扣肉 好像味道都煮得不是很透 味道香气味道都差那些 但是我想有计划可以的话 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待得更久 学得更多以后机会更高 那其实这次比赛也让我们觉得很压 就觉得很惊讶 很多真的已经都是专业级的 已经可以都进来这边到一个 甚至你说一般大型比赛来讲话 出赛都是大有可为的 获得这次比赛第一名的王继珍表示 希望公所每年都能举办这样的比赛 让客家美食能够透过比赛互相交流学习 让他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客家美食的话要传承 要永续 希望就是说能 有经常有这个机会来学习 有来有学习的话 当然要有舞台来表现 也就是希望公所那些人继续的这样 每年都有办一些 办一些这种活动 先议员许阿甘对于这次的比赛 参赛者展现出的创意 让客家美食焕发新的色彩表示肯定 也缺取在乡公所的用心之下 能够让客家文化推广出去 这次的比赛的生产是非常 让大家印象很轻 还是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来这一班 我相信透过这个比赛 可以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找到很多 大家做比赛的时候 也能看到白人的手机 可以让大家切磋 也能进步 像这样的时候 如果真的来到外地有客 来到我们的国城的时候 他们要吃什么特色的料理 也知道要在那里来吃 美食文化是表现一个族群特色 非常重要的一环 副委员长潘一泉肯定 国庆相公所的用心 也取取在国庆乡亲 新出名等在地文化融合之下 能够让客装文化展现新的风貌 记者陈伟一国庆采访报导